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他很厉害 而对于秦朝的灭亡 那是由于赵高玩弄黄犬 秦二世昏庸无能所导致的 如果秦始皇再多活二十年的话 或者继承军威的公子是扶苏而不是胡亥的话 或许秦朝就不会那么早灭亡了 那么 我们假设一下秦始皇多活二十年 那么秦朝的结果会如何呢 其实人们都说秦朝灭亡是一位秦二世 但是奈何这只是秦二世没有生在一个好的时间点 就像隋阳帝一样 隋末的大起义时 隋阳帝接受皇位的第七年才爆发的 所以所有责任就是隋阳帝承担 所以对于隋朝的灭亡人们 也是说是隋阳帝的昏庸 秦二世也是如此 但是秦二世更委屈 第一年即位就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场起义是全国范围内的 起义如果镇压的话 其效果不大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起义发展下去 如果起义的范围比较小的话 还是可以镇压的 就像明目的闯县起义 虽然规模大 但是还算有地域性可以镇压 如果秦始皇当时还在他最多为几义军设置一些关卡 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镇压的 而且几义军是有很多头领的 即使一个头领被杀 还会有很多个头领出现 展开全文其实秦朝灭亡的根源 不是在于秦二世的昏庸 无能和秦统治者的残暴 毕竟秦的暴政都不是一两天了 百姓也是可以忍着百年的 所以最根本的 还是因为推并国家的速度太快 以至于没有